大家好,我是简易姐姐哦 今天又是来我们来一起分享 金融呢,投资的一些小技巧 其实我也是新手 不过我有去上几堂课也花了我不少钱 上课是必须的啦,都赚回来的那个钱 所以今天我想要读 我今天有兴趣想要读的是巴菲特 巴菲特是很出名的一个股王 我想要看一下他的一些理念 然后再看一下能不能融入我赚钱的一些小技巧哦 虽然我现在赚的是一点点的小钱 希望你们也跟我一样可以赚到钱 不要忙碌的去投资哦 投资是必须要有知识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书 一个人读书太闷了 希望你们和我一起读书 也感谢你们支持我 记得订阅我哦 在金钱世界的顶峰 我们看到过石油大王 房地产大亨 船王以及强盗士的富翁 但巴菲特是仅仅通过 挑选股票到达纳尔的第一人 你知道吗 投资股票我觉得做很多生意都挺累的 因为你要通过你的你要花很多的时间 然后很多的努力 然后还要跑进跑出 然后去做很多事情 可是我觉得投资股票就可以 就是只是阅读而已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稳定的人 我也不爱太喜欢出去 所以我是比较静态的一个人 我喜欢阅读 希望你们 跟我一起阅读 一起进步 然后一起赚大钱 好吗 我祝福你们 今天我们要读 我觉得我会读第一张的四大定律 然后有企业定律 管理定律 跟财务定律 市场的定律 我今天呢 只会读到企业定律 然后就睡觉 明天还要做工 收入四大定律 也有保家护航 我们今天先谈这一个 收入四大定律 保家护航 所有就是很安全的投资 千万不要盲目的追高 这样子你就 真的是要心脏病 虽然也很赚钱 我看很多人都这样赚钱 可是你这种是一种 赌博心态 赌博就是会有输有赢 但你一去赌的时候呢 你下一次你可能 又会再去赌哦 这样你就会资金不保哦 So 我们一定要有学到知识 才可以去真正的去投资 所以我们是按照呢 巴菲特的说法呢 全面收购一个企业 以购买该企业的股票 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 在他的投资哲学里 最明显的特色 是他清楚的了解到 拥有股份 就是拥有那家公司 而不是只拥有一张纸 他说 因为我把自己当成 企业经营者 所以我成为更优秀的投资人 因为我把自己当成是投资人 所以我成为更优秀的企业经营者 为了确保投资取得成功 巴菲特从企业及其管理财务和市场 四个方面对所要投资的企业的人选条件 做了严格务实的规定 这就是这名的巴菲特企业四大定律学说 这四大定律就像一个互生服 为巴菲特平安出入股市 提供了有利保障 其实投资呢 其实你就是一个 其实你算是那公司的拥有者 可是投资股票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不需要去费很多时间去管理 上脑筋去想啊 什么政策还是之类的 你只要把钱投进去 就用钱来赚钱了 所以这个是蛮神功的一个赚钱方法啦 希望你们猜猜猜猜猜猜猜来 我自己也是我自己猜猜猜猜猜来 在巴菲特的投资生涯中 他投资决策始终是一家企业的云印状况而定 在他看来 股票投资表面上是买股票 实际上是把钱投资于一家企业 因此如果人们买股票时 不对所投资的企业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仅仅仅根据公司股票在市场上一些表现 那么一旦市场出现波动 股价下跌 他们就会显得惊慌失措 六神无阻 因为他们不了解企业的投资价值到底是多少 所以对股票价格的未来涨幅度自然是心中无数 巴菲特建议人们在投资的时候 要把自己看成企业分析家 而不应该是市场分析师或总体经济分析师 更不是有价证券分析师 哇 要企业的分析师 不是市场分析师 也不是经济分析师 更不是价证券的分析师 在实际的投资运作中 巴菲特总是集中精力 尽可能多了解企业的深层次因素 这些因素不但包括企业的业务现状 还包括企业的历史和未来 企业的业务必须简明易懂 在股票市场上赔钱的原因 往往是由于当事人买入了他们本身 科技股 好 这些中职业啊 地产业啊 还真的不是很懂 就不要投资啊 免得不小心瘫到手哦 不幸的是 相当一部分投资者 分不清本身能力的界限 盲目投资自以为懂得 其实是一窍不通的公司 结果大都输得很惨 巴菲特认为 投资者财务上的成功 与他对自己所做投资的了解程度 成正比 由于上市公司数量繁多 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类型 更是五花八门 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企业 都是投资者根据自己的知识 和经验所能了解的 这就意味着 一定时期 大多数投资者 所能涉及的企业 往往只能是 上市公司中的一小部分 但不管是否如此 人们的投资都必须建立在 对企业全面了解的基础上 只有这样实际的投资操作 才能有的方式 中国有句老话 不熟不作 巴菲特的投资哲学就是 不熟不作 不懂不作 多年来巴菲特曾经投资过 如家具厂 房资品公司 银行 保险公司 石油和 矿产开厂公司的 类型广发的企业 无论是控股 还是作为企业的少数股东 巴菲特对所投资企业的盈利 费用 现金流量 劳资关系 价格弹性 极 资本需求 分配与运用等情况都非常清楚 为了能很好地了解一家企业 他总是有意识地把自己的选择 限制在他自己的理解力 能够达到的范围 巴菲特强调 最重要的不是一个人的能力 范围有多广 而是要认清我们能力的界限 几十年来 他所拥有的企业 全都在他的竞争优势圈中 他都有高度的了解 而圈外的企业 即使是发展潜力巨大 他也不会涉足 企业过去的经营 经营状况必须稳定 成功的过去 往往意味着一个美好的未来 如果投资者打算购买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 他必须弄清 该企业是否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如果一家企业在过去的成长中 始终保持良好的经营作风 和一贯的经营业绩 那么这样的企业常常也能 承受住未来市场 风风雨雨的考验 并给投资者带来良好的回报 巴菲特认为那些多年来生产同样的产品 提供同样的服务的企业 往往会有交好的投资回报 据这种考虑 巴菲特通常拒绝投资下面几类公司的股票 比如说刚刚成立的企业 正在解决某些难题的企业 由于以前的计划不成功 而准备改变经营方向的企业 新企业成立时间短 无法根据它的短撰过去 推测其未来 面临某些重大难题需要解决的企业 如正在进行资产重组的公司 其未来的发展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而因为过去的计划不成功 而改变经营方向 本身就反映了企业决策的草率和随意 将来有可能出现更大的经营失误 巴菲特解释说 我们并不知道如何解决有困难的企业 所面临的问题 只是尽量避免投资这些有问题的企业 我们之所以取得目前的成就 是因为我们关心的是寻找那些 我们可以跨越的一因此障碍 而不是去拥有什么飞跃七次障碍的能力 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汽水生产企业 多年来一直被巴菲特重创持有 几十年来可口可乐公司一直专注于汽水市场 这种在产品经营上始终如一的经营作风 使它在市场开拓 产品的形象设计 广告宣传 管理等方面的努力 都聚集在一个单一的产品上 与一些注意力分散的多头管理相比 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经营绩效 世界各地无数次的市场正式表明 虽然没人能够分辨得出自己刚喝过的是可口可乐 还是白式可乐 还是一些其他类型的汽水 但众多的消费者都热衷于选择自己心目中的可乐品牌 世界最大的百货公司 美国霍尔玛 白货公司曾进行过一次试图把自己的可乐汽水 打人 由可口可乐和白式可乐占领的市场的尝试 通过调查 他们发现美国和英国的消费者 分不清他们所喝的到底是可口可乐 白式可乐还是Same Choice 收持鼓舞 公司决定在他的几千家分公司外面摆设自己的品牌汽水 并将它摆在更靠近入口的地方 而却又以可口可乐的伴家来吸引顾客 结果 让他们失望的是 尽管他们煞费苦心 但还是打不进可口可乐和白式可乐的市场 巴菲特认为最值得投资的企业 必须具有很好发展前景的企业 而这样的企业又是拥有市场 特许经营权的企业 所谓市场特许经营权 是指公司销售的产品或服务具有独占性和差异性 这样的产品一般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有市场需求 甚至强烈的需求 市场没有比较接近的替代产品 没有受到政府的管制 具备特许经营权的企业 很多情况下 他们可以有规划的提高 他们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 而不用担心失去市场份额 产品地价的灵活性 可以使这些企业获得超乎寻常的利润 并给人们带来丰厚的投资回报 这些企业另一个明显的特点 就是拥有大量的经济商与 可以更有效地抵抗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 相对于普通企业 这些企业可以在经济不景气时 比较容易生存下来 并保持活力 与借有特许经营权的企业相比 有着天狼之别的普通商品企业 巴菲特认为 这类企业通常是低回报企业 因而也是最不值得投资的企业 与借有特许经营权的企业 相比有着天狼之别的普通商品 巴菲特认为 这类企业通常是低同暴利企业 因而也是最不值得投资的企业 因为这些企业经营的产品 与竞争对手往往大同小异 甚至雷同 却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商与 他们对付竞争对手 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降加 但降加又是一把双刃剑 既会打击对手 也会伤及自身 因为降加的结果会严重削减企业的经营利润 这些企业增加利润的唯一办法 就是指望出现供或紧张的情形 而这种情况 即使出现 一般也只能维持非常短暂的时间 一般而言 大多数企业是介于上述两类企业之间 他们不是拥有弱势特许权 就是强劲的普通商品企业 长期而言 弱势特许权比强势的普通商品企业更有获利的希望 即使是弱势特许权 拥有一些定价的能力 可以使企业赚得比平均投资报酬率多的利润 可口可乐在美国被视为弱势的特许企业 但是在国际上 特别是没有类型替代品的市场上 可口可乐有强势的特许权 因为尽管世界各国汽水厂不计其数 但可口可乐 以其无与伦比的品牌效应 稳稳占据了世界市场 30%以上的市场份儿 而却随着世界人口水平 生活水平的提高 可口可乐不仅能在现有的顾客群中取得更高的领域 还能够取得 取到目前上没有经济能力购买他们产品的顾客群 巴菲特只肯选择那些 他可以几乎完全确定在10年之内 还是一样保持优势的公司进行投资 比如可口可乐 迪士尼甚至竞争一场激烈的白货业里的霍尔玛白货公司 他认为这些企业10年后仍是行业里的先锋 但他的好友比尔盖茨所创办和主管的微软公司 巴菲特因无法判断这家公司的未来前景 尽管发展潜力很大 但巴菲特还是没有投资 他说我很欣赏盖茨的才华 但我不会用资金 资金来支持他